没见过有人这样打比赛 一边用动作挑衅着对手 一边用身体承受着伤害 撞袭 摆拳 砸拳 无论对手再怎么进攻 就算把他按在地上暴揍 他也能像僵尸那样 瞬间激发不死之身 最终赢着拳头击倒了对手 这不仅是对抗击打的考验 更是对心理素质的一次试炼 因为选手一旦有放弃的念头 就会彻底失去斗志 输掉比赛 而他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无论多少次跌倒都能再站起来 接下来的画面是康纳来到UFC的第八战 在此之前他七战连胜从未败过 但在UFC196的当晚 他却遇到了UFC之旅的最大困境 康纳的左手炮拳精准致命 一拳又一拳的揍在小马脸上 可他就像失去痛绝的丧尸 就算面对拳法高超的重炮手 也绝不会表现出任何服软 甚至还会顶着拳头不断前进 康纳狂乱炸的重拳输出 却为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到第二回合体能出现衰退 而小马的血池 就像翻滚的岩浆池深不见底 康纳的一个失误 小马完成裸脚 如日中天的康纳终于败了 小马凭借着无法击穿的抗击打 和永不枯竭的体能 成为UFC首位战胜康纳的男人 但是他所有的一切 在今天主人公面前 只不过是弟弟级别 他叫做尼克迪亚兹 不仅是小马的亲哥哥 也是他所有技术的加强版本 目无一切的性格和做事风格 也让他在那个神魔乱舞的年代 成为一道难以忘怀的风景线 今天这期影片大事也将带你回顾 UFC初代狠人亡 棉花拳创始人 斯托克顿帮大当家 尼克迪亚兹的恶棍之路 1983年8月2日 尼克迪亚兹出生于美国的 加里弗尼亚州斯托克顿市 这是全州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也是美国十大危险城市之一 帮派和暴力在这里随处可见 大麻家中一共有三个孩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由于父亲长年不在身边 他们只能跟着母亲生活 所以大麻从很小就开始 承担起大哥该有的责任 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到欺负 他甚至会用拳头解决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 才让大麻有了后来的暴脾气 高中时期的大麻 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年 甚至高中都没有读完 就收着书包提前辍学回家 虽然经常被卷入到街头的斗屋中 但他却从来没有加入任何帮派 而是把精力花在柔术训练上 甚至在日后 这个爱好还影响到混迹帮派的弟弟 把弟弟带入到格斗的世界 在大麻18岁那一年 第一次参加了职业比赛 虽然首回合就降服了对手 但他并没有任何兴奋之色 当比赛结束之后 他一口气跑了11公里 在一座坟墓之前停了下来 并对着坟墓喃喃自语道 我会成为一名战士 让你为我而感到骄傲 原来墓碑下永久沉睡的人 是他曾经最深爱的女孩 就在大麻成为职业选手之前 两个人刚刚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他却在高速公路选择自杀 这是女朋友第三次选择自杀 大麻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如果当时我有一辆汽车 我可能就会把他拦下来 当我赶到现场时 看着救护车却无能为力 哎可惜生活没有如果 从今往后的大麻以爱之名 为了深爱的女人不断战斗 三年时间他七胜两负 并且成为了首位WBC次中冠军 2003年9月 求贤若可的UFC赛事 正式将大麻收入麾下 在UFC的首秀比赛中 大麻凭借着扎实的地面技术 利用手臂十字固拿下一血 然而到了2004年 赛事方就在第二场比赛中 为他安排了一位骁勇汉将 他就是后来的次中冠军 无情罗比劳勒 罗比劳勒的风格十分恐怖 之前保持着八胜一负的战绩 其中有六场是通过KO获胜 每当劳勒进入八角铁龙 都是力求彻底终结对手 甚至从来没有想过 给自己和对手留下余地 而大麻尼克的身体血液里 始终流淌着最原始的暴力 当他嗅到对手的血腥之气 也势必会不留余地的火力全开 比赛中 因为他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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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z就撞到Robbie Lawler Robbie Lawler 它已经全部结束了 Nick Diaz 已经撞到Robbie Lawler Robbie doesn't want to accept it 他 doesn't want to accept it 但它已经结束了 他们都在你身上 这就是Mandalay Bay 很可怕的表演 Nick Diaz 已经撞到不亏的 他已经撞到Robbie Lawler 仅仅用了两个回合 大妈就用拳头 KO掉劳勒 麻氏兄弟的出拳 看似不快 感觉每次击打 都软棉无力 但他可以在对攻过程中 不间断地持续输出 直到对手崩溃 才肯罢手 这就是传说中的棉花拳 而大妈就是棉花拳的大当家 他的弟弟小妈 则是得到真传的二当家 一双棉花拳 却免里藏针 这碗中阶劳勒 就是最好的例子 大妈让全世界全迷见识到 他那双外柔内纲的 看家拳法 但可惜的是 尽管大妈有着出色的拳法 和跟红苗正的精湛柔术 但防摔和移动的能力 却拖了后腿 也成了他格斗技术中 最大的短板 在后面的三年时间中 他惨遭职业生涯的三连败 这样充满激情的大妈 难以接受 正所谓树挪死 人挪活 2006年 大妈决定退出UFC舞台 这个看似不明智的选择 却成了另一个伟大故事的开始 这位日本选手 叫做五威龙典 他是日本综合格斗界的旗帜人物 曾是普爱德赛事轻量级冠军 在2007年的综合格斗界 可谓是风头无量 不可一世 这是他登陆北美的力威之战 他的对手 是刚刚加入普爱德赛事的 大妈尼克迪亚兹 早已经习惯胜利的五威龙典 又怎会把大妈放在眼里 一开始 他就把大妈摔倒在地 让大妈瞬间陷入到被动 被按在地上暴揍的滋味 实在太难受了 所幸 大妈干脆直接躺在地上 摆明了和对手拼柔术的样子 一番纠缠过后 谁都没有办法降服对手 两人从地面回到了战利 五威龙典一个后手摆拳 大妈直接被重拳击倒在地 接着就是一顿无情的蹂躏 裁判实在看不下去 就让双方回到战利 五威龙典拼尽全力的进攻 大妈就像一个行走的丧尸 硬生生的耗尽了对手的体能 接下来就该轮到大妈表演了 他用那双棉花拳教训着对手 对手大口喘着粗气 行动缓慢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淡尽粮绝 好在回合结束的铃声救了他 他趴在身边大口呼吸 还好刚才躲过一劫 再看这边的大妈 他即使眼眶流着鲜血 还不忘为自己振臂欢呼 这就是他打不死的心态 比赛来的第二回合 大妈瞬间满血复活 场上的局面也发生了改变 他的拳头像雨点般密集 你看他的眼眶流出的鲜血 顺着手臂流了下来 但这又怎样 处理完伤口咱们重新来过 这就是大妈的不服输精神 右眼被打肿 就用左眼凝视 一拳接一拳的小鸡着米拳 对手从一开始的满不在乎 也随着时间变得追悔莫及 最终五位龙点的一个爆摔 被大妈嗅到了绝杀的机会 他用左腿锁住对手的右臂 小腿颈骨死死的卡住对手脖子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降服方式 据说他是Pred赛事历史上 第二位能够用出此招的人 结果五位龙点只能拍地认输 这场比赛也成了当年最大的冷门 五位龙点高估了自己的伤害 也低估了大妈的抗击打能力 大妈也因此而一战成名 但是赛后的要检结果中 大妈的大妈检测呈阳性 这绝对不是绕口令 也就是说大妈在比赛之前 吸食过大妈 最终这场比赛被判为无结果 不过正是因为这场比赛 大妈也悟出一条终极奥义 那就是以身为耳 以血还血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大妈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在多个不同赛事进行着游走 并打出了13胜一副的战绩 最高保值着11战连胜的成绩 甚至成为了Swickforce赛事 次中量级第一位冠军 开启了一条恶人成神之路 在这495天的统治时期 前后打过三次未免战 没有人可以击败此时的大妈 在打击力量这两年时间 可以说是大妈最辉煌的时期 虽然大妈在打击力量赛事 已经通过一场场残暴血战 爬到了该赛事的冠军宝座 但是在2011年10月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大妈决定放弃冠军头衔 原来在UFC收购打击力量之前 白大拿提前签约了大妈 并且给出了挑战冠军的许诺 UFC冠军对战打击力量的冠军 白大拿的精心布局稳赚不赔 不愧是全球最成功的组局者 UFC当时的次中冠军 就是被称为次中之神的GSP 可以说在这个量级 他挑变了所有高手 最终被全民奉为了神 一个凡人想要战胜神 哪里会有那么容易 2012年UFC143 这场万众期待的人神对决 却因GSP的膝盖受伤而换人 不得已由卡洛斯康迪特代替 他曾让WEC次中冠军 强硬的打法被称为天生杀手 在此之前保持了28胜5负的战绩 不用说这也是个不好惹的狠人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 将会成为UFC次中量级临时冠军 等GSP商与归来之日 就是临时冠军挑战之时 大麻和康迪特都是具备冠军实力 所以这场比赛必定会是一场恶斗 这场比赛必定会是一场恶斗 Diaz就在他的臉上 看起来的战争 很棒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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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这样的战争 像这样的战争 那是冠军的战争 那是什么你叫做的 卡洛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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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的战争 最终康迪特一致判定赢下比赛 就这样再次回归UFC的大麻 在最关键的比赛中吃了败计 这也让他开始质疑比赛的结果 大麻不仅宣泄了心中的不满 还表示不想再玩这个破游戏 就是这么任性 就是这么随意 但在这场比赛过后的要剪中 发现大麻的大麻代谢物呈阳性 不仅被禁赛了一年时间 还要拿出30%的出场费作为罚金 终于时间来到2013年 在经历过一年的禁赛期后 大麻再次回归到八角铁龙 在康迪特挑战冠军失败之后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大麻身上 原本放弃冠军来到UFC的大麻 就是为了终结GSP的连胜记录 却因种种原因被耽误了两年 这也让大麻的怒气值直接堆满 这场迟到的王者对决 选择在蒙特利尔魁北克举办 这是冠军GSP的家乡 这里布满了GSP的粉丝 而大麻这边就相对冷清 两位都是八柔黑带水准 在前面的地面较量当中 双方各显神通摔来摔去 但谁都没有办法拿下对手 当第二回合休息的时候 大麻的左眼已经开始破裂 这是麻氏家族特有的体质 皮薄肉厚 你可以打破他的皮肤 但休想在场上终结他 GSP的地面压制能力 在整个次中都找不出对手 他不断的把大麻带入地面 想要寻求所有的降服机会 而大麻这边每次都能从虎口成功脱险 由此可见 大麻地面防御能力确实强大 最终双方血战了整整五个回合 GSP通过判定拿下了比赛 棉花拳虽软但摧毁性十足 赛后GSP的脸颊就是最好的见证 这一次大麻与冠军擦肩而过 要说与神斗其乐无穷 自然少不了这一场比赛 2015年UFC183 大麻生众后来到了中量级 对战中量级最传奇的男人 蜘蛛谢尔瓦 2457天的统治时间 让他成为中量级永远难以超越的神话 但是天意总是喜欢捉弄人 在遇到克星魏德曼之后 不仅被对手赶下了神坛 还在二番战中惨遭断腿 这段画面也成了全迷心中 终生无法挥去的一段阴影 这一腿让西尔瓦休养了13个月 再回到八角铁龙的西尔瓦 就像是功力被废了一大半 再也没有以往的飘逸灵动 反倒是大麻打出了前所未有的浪荡感 这一战双方打满了五个回合 最终通过裁判一致判定 大麻再一次输掉了比赛 尽管在比赛时不断嘲讽 但是在赛后还是给到蜘蛛 前所未有的贵宾及尊重 当西尔瓦在采访中被问到 如何看待大麻的那些嘲讽 西尔瓦却表示 没关系的 实际上他是尼克迪亚兹 但是在赛后的药物检测中 西尔瓦有两项合成代谢类固醇呈阳性 大麻的大麻代谢物呈阳性 所以这场比赛被推翻 比赛结果也成了无结果 这是大麻职业生涯第三次被查出 比赛前抽几口的习惯 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竞赛18个月和处罚10万美元 这些年大麻很少出现在镜头面前 只有弟弟小麻在打比赛时 才能在身边再看到大麻 弟弟延续了哥哥的形式风格 逐渐被更多拳迷所接受喜欢 但大麻所创下的辉煌 也逐渐被新拳迷所淡忘 直到2021年9月 晨曦6年之久的大麻再度回归 尽管是一个消失多年的退休老将 但当他站在发布会上 就已经抢走了当晚冠军战的风头 而大麻这次的对手 正是当年战胜过的罗比劳勒 擂台还是熟悉的擂台 海迈还是熟悉的声音 但大麻已经久输战场 劳勒也已经日渐衰老 这场间隔17年的二番战 双方都很难复制当年的记忆 而是要为崇拜自己的热血泉迷 献上一场无关胜负 无关头衔的老兵对决 大麻的腿法不如当年标准 就连出拳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但不服输的钢铁精神还在 不断的和劳勒互换着拳头 劳勒这些年输多赢少 年龄也比大麻大一岁 但是这些年没有间断比赛 从两位身材上就可以看出 双方究竟还有多少训练痕迹 大麻的棉花拳十分犀利 很多次精准击中劳勒 但是拳制已经不如当年 当双方打了第三回合 劳勒一气勾拳击中大麻 大麻单腿跪地动作缓慢 人们都以为要进入地面时 大麻向裁判指了指小腿位置 原来劳勒多次的低扫踢 让大麻的小腿肿了个大包 受伤的小腿让他无法战斗 不得已裁判终止了这场比赛 2021年这个断腿之年 好在大麻没有陷入魔咒 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 一个少年到大叔的蜕变 曾经桀骜不逊的大麻 没有像混混那样挑衅对手 而是表现得更加成熟稳重 这是我见过最慈祥的大麻了 但赛事方远比我们考虑的周到 在观众席我们看到了弟弟小麻 他被两名警察进行了特殊照顾 大麻的成长时代 正是综合格斗界神魔乱舞的年代 每个量级都有着统治江山的大神 他却以凡人之躯与众神较量 虽然大麻在格斗界肆意妄为 但这并没有让全民感到厌恶 反而是吸引了一批忠实信徒 如果说康纳日后的一炮而红 是因为敏锐的嗅觉和影帝级的表演天赋 那么大麻和他却截然相反 他用自己的不计后果善良凶狠 和极度疯狂的本色出演 感染了一个又一个的拳迷 打破了职业赛场的保守和沉闷 让人们看到胜负和金钱之外 选手最难能可贵的真实一面 他虽然不是战绩最好的那个 但绝对是UFC独一无二的存在 因为他的名字足以让拳迷心潮澎湃 好了这就是尼克迪亚兹的故事 欢迎在留言区聊一聊你眼中的大麻 感谢观看这期的格斗大视野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给一波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